近日,根據Charles Murphy在網頁Murphy's Multiverse 中 講到以飛準和航東戰士為主角的Marvel影集 The Falcon and the Winter Soldier 決定重舍兼重拍部份的劇情 因為劇情講述一種在全球傳播的可怕流行病毒 和新冠肺炎極度相似 因為這套劇集本來就放在合家歡的Disney Plus 中播放 而疫症已經在全球奪走了三千多條性命 並且迅速霍散 怕到了8月開播的時候 由於太過接近現實,會引起觀眾不安 而劇情與現實那麼相似 Disney擔心會影響與中國的友好合作關係 所以臨時決定重舍兼重拍部份 這個決定更令劇組需要進行額外的補拍工作